我 哥哥哥哥哥 暖暖暖暖暖你冷静一点 吉川 我没有哥哥了 暖暖 别哭了 你还活 金川 我没有哥哥了 你放心 我会替哥哥们好好照顾你的 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 因为我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是谁 我是杀你的人 青川呢 我明明跟他在一起的 你放他散门啊 青川 真是实情啊 不愧是李少手中的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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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实在感觉怎么样 你们乔家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是李少的囊中之 而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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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我 嗯 妈 你脸不要脸 嗯 李青川 有个万恶复义的东西 我祝你来生 我一定要你学斋学成 哇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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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活着 说什么呢 臭男孩 今天是你生日宴 说什么会计划 十八岁生日宴 难道我重生了吗 这期 换我来保护你 嗯 你怎么说 你清楚 我丁要你血债血成 啊 能能能能你怎么呢 大哥 我就说别整什么惊喜嘛 看把能暖下的 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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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也不放心 你怎么会不高兴呢 我最喜欢秦川哥哥了 秦川哥哥 我陪你好好吻 李青川 同样的事情 不会再重蹈覆辙 上一次有动物了 这一次我就让你有多痛苦 你所在意的东西 我都要逐步击破 暖暖暖 你已经成年了 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 跟你秦川哥哥瞎闹了 听见没有 知道了大哥 傻丫头 暖暖 我觉得大哥说的对啊 李青川 你最好离我妹妹远一点 暖暖 三哥他凶我 哎 你小子啊 走 等等 等等救我 等等 李青川 好戏即将开始 你做好准备了 从那天起 我都开始学习各项经理 为了哥哥 做福对抗你集合中 啊 啊 好 暖暖 哥 走我们回家 回家 走 据悉海西首副长女乔暖暖 今日回到海西 是你 瞧暖了 好久不见 拿下瞧瞧 这个男人 海西是首富 也是 我的父亲 这个女人 是我后妈 苏彦 害死我母亲的罪魁祸首 暖暖 刚热好的牛奶趁热喝 这么多年在外面 妈妈想照顾你都照顾不到 管她做什么 还知道回来 老公说什么呢 暖暖刚回来 在训练营挺辛苦的 什么训练营三年不知道回家 我乔家可没有这样的女儿 你看看依依现在是国内著名设计师 而你呢 什么都不是 你跟你妈一样上不了台面 等什么 好歹的东西 这些年就算养条狗也知道咬尾巴了 不 干嘛呀怎么还动手 你这不是存心让孩子跟你离心吗 离心 你也要和我对着干 爸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给你妹妹好好学一学 没事吧疼不疼 没事的大哥 这点委屈不算什么 乔泽远 如果不是为了后面去年会救三哥 我今天绝不会低头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奶奶 别跟你父亲置气了 他也是因为你不回来才生你气的 苏燕 你这虚情假意的把戏依旧没有进步 这一世我跟你好好相处 还疼吗 上一世的今天 三哥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杀害 这一世我绝对不能冲动覆车 这件事不知道怎么样 来了 来 喝一杯 你 你 李青川 李青川 我不会再叫悲剧发生 看什么呢 这么容易 没事 我刚办了件大事 什么大事 三弟 她怎么了 啊我不知道 三哥劉雄玉走 大哥 小哥快等不及了 多快等不及了 大哥你快想想辦法 啊小哥等不及了 三不快點就來不及了 弟弟啊我可不行了 放下了小哥 小哥 我有話要說 小哥 我們就這樣一個美 照顧好暖暖 哥哥 不要他照顧 我要你照顧 你醒醒 你趕快好起來 老三 老三 老三你繼續住啊老三 老三 小哥 冷冷你放心 老三一定会没事的 伦伦你放心 老三一定会逢凶化解的 为什么路这么多 已经在查了 反变整个狠心 我一定为老三报仇 哥哥 海西要变天了 有人要对我们乔家下手 我们得切记小心 小哥 为什么重回一世 会依旧救不了你 李青川 到底还有什么事我不知道的 白神说白姨住院了 我来陪陪你 谢谢你 我叫阿姨做了点海鲜粥 用保安盒放着 等她醒了 刚好可以吃 还有你最喜欢吃的烤红薯 你要不要吃点 李青川 你觉得我还敢吃你带的东西吗 哥哥中毒 凶手消失 都吃不下 青川哥哥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帮我找到凶手 你放心 你家也没下去了 先吃点东西 这辆车好熟悉 就到这里吧 我明天再来开你 很抱歉 乔女士 余先生这边我们禁闭了 小哥 小哥 这次不能复杀 万一可你也不想看到你这么难过 我以后一定会天白夜 照顾好你的 只有按照上一世的剧本法 才不会有变数 秦川哥哥 我们在一起吧 大雨中的神功 好啊 北京 将鱼下周一竞排 这块地的位置又不好 干嘛要买 明年这附近会见商圈 到时候这一块的地皮 赶紧飞成 要拿下这块地 大哥 我想要这块地 我看过了这块地 地里位置不好 我想要这块地 你买给我吗 好好好 买 哥哥 我也想要这块地 你买给我吗 好不好吗 你好讨厌 你去看小哥吗 捎我一尘 你干嘛去啊 你猜 走了 哥 拜拜 祝圆圈啊 总裁 宇白衣醒了 那边说 滚 是 四会海西 拿下瞧瞧 没收 约会还有工作 听你的 嗯 李总 你去哪里 多少人 我一个人 吧 你 快看 这小哥 卢子 哒 你 你 你 大哥 这是李青川的报价 李青川队这块地 势在必得 他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李青川白手起家 但是他公司规模不大 却非要这个 地理位置不好的地方 这风险很大啊 所以喽哥哥 这块地 我们一定要得到 这么重要的竞标合同 你是怎么得到的 当然是偷的了 这块地 势在必得 哥 我回来了 欢迎回归 哥 你真的要对乔家动手吗 势在必得 那你 能不能别动江白尘 你放心 只要你随时给我 会保乔家的情报 瞧 偷核桃这种消息 你也能帮助台队 事情越来越有趣 我们竞标现场 这块地 也没什么特别的嘛 怎么起拍价 还是保密的呢 故弄玄虚呗 看着确实 没什么特别的 只不过是 烘台价格的手段罢了 哎呀 居然连首付乔家都来了 江白尘都来了 看来这块地肯定另有神迹 我说怎么那么神秘 青川哥哥喜欢的 我也喜欢 生意嘛 公平竞争 公是公私是私 是不兄弟 公平竞争 现在竞标的是最后一块 北郊之地 它到底花落谁家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既然乔家都来了 这块地 非乔家莫属了 你没听说吗 李氏集团的新晋 黑马总裁 李青川也看上了这块地 据小道消息 他势必要拿下这块地 下面让我们揭幕 今天的竞标价格 秋风集团240万 长途集团280万 李氏集团450万 李氏集团是疯了吗 花450万买这块玻地 看来这块地非李氏所数了 乔家乔氏集团500万 500万 到底是乔氏集团啊 海西首富果然名不虚传啊 下面让我们恭喜乔氏集团 拿下北郊地匹 哥 这也太多了吧 远远超过了市场价 信格格的 李青川之所以成为 海西最年轻的总裁 咱有他的道理 再说了 我妹妹喜欢 别说是500万 就是5000万我都给她拿下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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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冒财 查到了 说 听招标会的人说 是乔南南想要这块地 所以江白城才一致情心 好 好一个江白城 还是太仁慈了 青川啊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聪明人 可是没想到一次一次的让我失望 对不起 这次是因为江白城 我实在没有想到他竟然会为了调乱乱一致前进 你自己看着办 我只想看到结果 你自己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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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看到结果 安排得妥当一些 我不想再让江白城 不行 我要叫赛大哥 江白城 让你差池难道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我会堵死你啊 我是国际一流的服装设计师 明辨自己亲妹妹之杀 说出去快得叫人家笑死 这太吃不吃饿子算了 大哥呢 大哥 说是要出差 现在应该在去机场的路上吧 怎么了 今天几号 今天上班前12月25号 大哥 小哥我有事我先出去一下 怎么了 哎 哥 你在哪里 哥哥在出差的路上 哥 怎么了暖暖 喂暖暖 喂 哥 我收到你的圣诞节礼物了 谢谢你啊 哥哥在出差的路上 今天的圣诞节 就不能陪你过了 暖暖 圣诞节快乐 圣诞节快乐 哥 我想你了 你能不能不要走 怎么了暖暖 我想吃你做的西红柿鸡蛋面 好 师傅 到头 好 呦 帅哥 又来买烤红薯啊 帮我挑个甜的 我妹妹最喜欢吃 好嘞 放心啊 撞死他 我 我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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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暖暖你怎么来了 你太慢了 我过来找你 不行 别着急 你别着急嘛 马上好了 要什么 要多少 多少的可以吗 对 那 我要乔氏集团 这样你给隔一年的时间 你真的太好了 那你呢 我嘛 当然是给你打工喽 你 爱你 老婆 我先去你 好 好 秦川 好久不见 找我什么事 我想请妈妈 帮我个忙 哦 我有一块地 也瞧瞧瞧瞧 我希望你帮不住 怎么帮 你们这么多年还真是贼心不死 告诉那个老不死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他 放心吧妈 等我把乔氏三兄弟逐渐瓦解 拿下乔轮吧 因为乔氏 都是我们什么 最好是 没事别和我联系 我不想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你只是一个错误 这 先给你们 好 怎么了 今天晚上八点左右 公司所有电脑同事蓝屏 很多正在交易的项目被迫中止 系统瘫痪 被遭官派下的那块地遭也停止了 二哥 我真废物 乔氏集团的网络安全问题 一直是我负责的 现在系统瘫痪 我竟然连一点猫腻也找不到 不是你的问题 是敌人太狡猾了 这么多项目被迫中止 造成的损失不可估计 让我试试 让我试试 顾总可是国内排行第一的黑客 连他都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你一个黄毛丫头能有什么办法 你到时候越帮越忙 造成的损失算谁的 难道两位股东就有解决办法了吗 还是说你不想让公司恢复正常 乔农兰 别以为你是乔董事长的女儿 你就可以在这里大放厥词 当年我陪乔董事长打江山的时候 你这个黄毛丫头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陈总 您都一大把年纪了 这网络的问题是我们年轻人的领域 你又不懂在这里指手画脚 我都替您不好意思 瞧暖暖 这不是好歹的东西 李总 你好大的口气啊 几天不见你脾气见长了 江总 暖暖 放心去坐 有哥哥在 江总 我尊重你 但是 连国内排行第一的故事 都无法解决的漏洞 让一个从没学过计算机的黄毛丫头去功课 我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所有的损失 由我江白晨一力承担 我们所有人电脑都好了 好 好 OK了 这不可能 不可能 连故事都无法解决的病途 不可能被你这么轻易的解决 暖暖 难道你是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种操作手法 我只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过 那就是世界排行第一的江南 难道 你 难道什么 你真的认识江南 这傻哥哥真可爱 当然认识 那是我师父 你明明知道我到我相识江南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把我当外人 我还是不是这个家里的一分子啊 那是因为我怕你变成私生犯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不体面的事 没有没有 你就是个私生犯 我切死你 我要耶稣你别乱动 喂 明天回家吃饭 谁啊 来者不善 爸 爸 爸 坐 暖暖最近忙什么呢 暖暖最近应该在忙谈恋爱吧 还是青春的小子啊 你谈恋爱我赞成 但是不能以个人的感情影响公司的事业 爸 生意面前不谈感情 公司以后就交给你大哥和阿姨来管理 你不要插手了 那块地皮送给你阿姨 什么 什么 你回公司帮你大哥 那块地皮给你阿姨干美容院 爸 那块地皮是哥哥做我的 我不同意 你闭嘴 老公别生气 快坐下缓缓回轻坏了身材 不就是一块地吗 给暖暖的事 爸爸 那块地很有景象 未来做皇帝场的话 会有很大的生殖 是啊 爸 咱们不能一小时到 闭嘴 至于你们的身份 你凭什么对我哥大吼大叫 这块地是我的就是我说了算 连你老子的话都不听了吗 你那个妈一样的固执 这么多年了 你有见过做父亲的职责吗 我妈死的时候你在哪里 你妈妈的死 是一个意外 是不是意外你们心里清楚 是吧 苏阿姨 你妈妈死的时候 你苏阿姨还没进门呢 不要什么事都赖在别人身上 是这样吗 我妈妈的死 真的和你没有关系吗 和我无关 好 我现在以乔氏集团最大空谷人的身份 通知你 从现在开始 北交那块地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儿子 到手了 谢谢 乔男的 这看好戏吧 我会把你身边所有的人 全都挖起来 这枚戒指是我偷你的 算我欠你的 可江小雅 你的死不赖我 要赖就赖你那个老公 他是个渣男 经不起诱惑 老公 你坏 你坏 哥 看什么呢 这么晚来来苏院办公室 现在废铁是什么价位 一千左右吧 一千 账单上两千五 这个项目 一直都是苏燕负责的 我没有插手过呀 她高价购买废铁 从中牟利 这些年 巧氏集团消失的钱 应该都在她那吧 苏燕 没想到你这么着急 却别怪我先对你下手了 爸 这是苏阿姨这么多年贪污的证据 不止这些 工人们的工资 她也一直在拖欠 爸 因为苏阿姨这些年的做事风格 很多国内的建材商都已经不跟我们合作了 建材供应不上 导致钢架飞涨 现在国内符合标准的建材已经被人买走了 我们现在工地开不了工 导致工期延误 工人的工资加上其他的消耗品 是一大笔损失 那海外是什么 没有建材了吗 有 但需要时间 运过来得一周 那就抓紧去办 爸 孙阿姨 这次确实过分了 我们得给其他股东一个交代 是啊 爸 我还不需要你们教我做事 看来得给老爷子加把火呀 什么时候开火呀 叔叔大爷们 咱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我们乔氏集团 你们还不放心吗 北郊那块地 都停工一个星期了 公司说 没干活就没工资 对啊 是啊 我上有老下有小 没有工资 我们这大架子 该怎么样 把钱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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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这些人哪找来的 在工地上稍微煽动一下 他们就自发过来了 蔡说了 不必老爷子一把 他永远会被苏苑那个妖精 蒙闭双眼 大哥厉害了 是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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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工 好 开工 开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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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次多亏了可风和暖暖 要不然停工的话 我们要产生多少损失 而且我们乔氏集团的口碑 也会受损 做得不错 事情虽然解决了 但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还轮不到你 放心 我会让苏苑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你已经是乔家的夫人了 你怎么这么贪 到底贪了多少钱 我没有 你居然不敢承认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敢做不敢当的东西 这些年 你高价收买飞钢 从中牟利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带着你胃小 胃口是越来越大 以前都没出过市的 是那个李总 他肯定也贪污了 你现在死到灵头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也帮不了你 老爷你真的不管我了吗 老爷 我可是要坐牢的呀 老爷 你到底贪污了多少钱 差不多有五千万吧 啊 这么多 你赶紧拿上这笔钱去给江白晨 这一次多亏了他们私兄们想了办法 才救了你 你知道吗 姐 都被我画的差不多了 你 你 这些年 我没有迷分 没有实权 脚下的人都看不起我 我真的受够了这样的苦日子才做错的事 老爷您原谅我 我真的再也不敢了 我会让财务给你打一笔钱 带着这笔钱跟我去公司 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这个公司还轮不到他们说了算 这五千万我还给公司 你们原谅阿姨这一次好不好 就这一次 原谅 让我原谅你 那我妈妈的公道 谁来还 江小雅 她死于车祸 是一场意外 和我没有关系 说建材的事呢 你扯这么远多什么 贪污的不是我 是苏阿姨 这 是我整理阿姨贪污的证据 一会儿 我会亲自移交给检察院 丢人现眼的东西 你非要把事情搞那么大 奶奶 只要你能放过阿姨 你说什么阿姨都答应你 求求你不要去 姐姐 求求你放过我妈妈吧 我问你 我妈妈是不是你杀的 不是我 和我没关系 我再问一次 我妈妈江小雅 是不是你杀的 是 是我做的 人死不能复伤 咱们要让活着的人尽可能的 爸 其实我已经将苏阿姨的贪污证据 杀人证据 移交给检察院了 你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谁允许你这么做的 从古至今 没有一个杀人凶手 可以在受害者女儿的面前作威作福 我是江小雅唯一的血脉 我要为我母亲的惨死 放手血恨 我是好歹的东西 我以乔治集团最大的控股人的身份命令你 给我滚住乔治 从此以后 你再也不是我乔泽院的女儿 爸 你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 爸 你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 大侄子 这不合适吧 你爸还没退休你就来收购我的股份 我爸已经老了 现在是我们年轻人的天下 况且我给你的价格也不低啊 你还不放心我吗 我已经收购了乔治集团绝大部分的股份 现在暖暖才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而你 已经出局了 你 你们 江白晨 你个逆子 有缘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的命是我妈给我的 没有他我早就饿死了 我妈妈说过 我最大的使命 就是照顾好暖暖 况且 乔治集团 他本来就应该是姜 小鸭 白法人送黑法人 我这老头子 还活在身上干什么呀 爸 您节哀啊 还有我和孩子们呢 我会收好僵尸 守着暖的长大 乔治愿 别让我失望 把僵尸改为乔治 不是 你跟养老了 苏燕 你害死我妈妈的时候 没想过会有今天吧 你别以为 我不知道当年的事 江小鸭她活该 我还嫌她死得太痛快了 后半辈子 你就在这儿待着吧 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应得的 李总 说 苏总入狱了 什么 发生了什么 乔楠楠找到了苏总贪污和杀人的证据 乔家的老头子没有保的吗 听说 是乔董事长威胁要把乔楠楠赶出公司 江白臣私下收购了很多股份 成为了最大股东 把乔董事长和苏总 清出局了 为了一个小小的乔暖暖 天之骄子江白臣也开始判算了 还真是兄妹情深 总裁 接下来怎么办 滚过来 姨姨 我现在的身份还不能暴露 咱们的关系 也不能被乔家任何一个人知道 这对你在乔家不利 妈妈入狱 你在乔家孤立无缘 接下来 我们应该同仇敌开 姨姨 不要再心思手软 拿下乔家 一切都是你的 哥 你从一开始找到我跟妈妈 就是为了利用我们对付乔家吧 哥 我原本以为是为了亲情 直到我现在才明白 所有的仪器 你都在利用我们 你以后别找我了 我不会帮你对付乔家的 八幅开飞店 我在这等你 乔家有三个仰字 江白纯最多的东西 顾客方式你减黑客 而你 整个设计的衣服 对乔家的人 没有办法 你在这说这些 有意义吗 跟我合作 事成之后 我把乔家整个设计产业 全部缴到你手上 那我该怎么做 把你的设计口给我 乔市的服装发布会上 李氏 丽雅 乔丽雅 你他妈当我傻子 放心 事成之后 你还是风靡全国的首席设计师 没有人能责任你 倒是 还不是你说的 可以 不过 可以是很难的 放心 我比你更爱 鱼少钩了 鱼少钩了 拿下棉花的总代理 顺着李青川的计划 到时候 我们就能给李青川致命一击 这李青川啊 也是有趣 这野心还真的 我原本以为 他就是单纯喜欢你 没想到 竟然想着拉拢我 扳倒翘翘 娜娜 还得是你啊 料事如神 不然啊 以我的性格 早就把他弄死在咖啡店了 李青川 你是穷途陌路了吗 小哥我去趟卫生间 快去快回 那你先进去吧 我等一下就过来 好 是我 吓死我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陪哥哥来这里啊 不说了 他还在没有能问 我是兄弟 都这么久了 你那个女朋友呢 怎么还没来 我会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编的吧 放心 马上就来了 鱼白衣 不警告你啊 我在这儿喝酒 完全是因为看在你女朋友的面子上 好 知道了 马上到了啊 大衣 这不来了吗 这是我女朋友 乔能暖 什么 小李总 看到你女朋友被别人搂着 不开心了 鱼上钩了 棉花的事情 还要拜托刘总把关 放心 小李总 我刘大海 只会跟您合作 吊着他们 等我消息 这一次 我一定要让他们损失残重 明白 你好 我是乔冬冬 兄弟 你什么时候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的 好了 刘晨 咱们同学一场 你能不能帮我说服你父亲 跟乔氏合作 我的服装工作室设计稿都有 就学大量优质棉花 万事俱备 都是兄弟 小问题 我能做主 你说的 小哥 你们来了 楠楠 赶紧 你帮我试一下新款衣服 明天就要上架输出了 时间紧 任务重 我去了 设计稿 都在里面 我不惜自损自己的名声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 嗯 哼 徐白衣 你不乖啊 拿着次品设计可来混 去一趟一趟一百一的设计师 对 设计师砸了 什么 你的设计师被砸了 图室全被偷走了 李青川连夜注册了个服装公司 服装样图被挂名仪式 已经开始预售了 他可真着急啊 贝比 难道是我们的 机会被发现了 不可能啊 我贾重跟他合作 给他的优盘设计稿 只是有一些微微的瑕疵 他不可能发现 这该怎么办才好 马上就要上架了 样图被盗 我可怎么跟其他股东交代 我有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 这 这是沐浴的作品啊 哟 你这都能认出来 那当然 沐浴可是我们服装界的 大神级人物 你怎么会有沐浴的作品 沐浴是我在训练营时 认识的师姐 你居然认识沐浴 能不能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这样吧 只要你这次能干得过李青川 我就介绍沐浴给你的师 这可是你说的 好 李青川 居然敢求我的作品 那就让他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设计 暖暖 成了 暖暖 多亏你啊 太好了 李总 销量怎么样 上架就卖出去十件 十线 全平台吗 线上线下一共十件 怎么可能 一万一的设计 我是看过的 不可能出错 乔氏集团紧急上线了高定系列 每款五万的预售 被抢购一空 甚至临时加了三万的料 他们家上线的设计样品 确实要比咱们的好 我还真是想瞧了 一百一 不过 必须这么多 造我车了 一百一 我看你怎么办 暖暖暖 这次多亏了你 不然你哥哥 真的要出大仇 干杯 暖暖 你跟小哥说 李青川这么针对我们 为什么我们还要假装 什么都不知道 跟他虚语尾蛇 还有你 你真的喜欢李青川吗 现在还不是跟李青川撕破脸的时候 不过快了 等上一世所有的剧情全部做完 就是我们反击的时候 我要百分百保证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 你猜 喂 余总流程反水了 说好的棉花全部都活了 什么 什么 怎么了 完了完了 怎么了 棉花去弄货了 啊 三天的预售期 到时候发不了货 全完了 别急小哥 我们一起想办法 事已至此 要么就停止预售 重新寻找棉花商 争取把已售出的捕商 把亏损降到最低 大哥说的在理 我这边拿到的数据 最快的棉花供应链 也要三天才能到 小哥 小哥 刘春 给我滚出来 你他妈的背心器里的东西 刘春 你给我滚出来 刘总 郁白衣在外面闹闹 打出去 是 一个乔家的羊子也配跟我走 被李少婉弄于鼓掌之中废物 刘春 刘春 小哥 南南 你是不是也觉得 哥哥是个废话 一事无成 哥 你别难过 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真的 真是兄妹情深啊 瞧暖暖 李青春 你怎么还有脸蓝 小哥 李青春 你这是做什么 瞧门 对 是 是 是不是很惊讶 陪我演了那么久的戏 乔南南 你累不累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没用的东西 苏燕入狱废物 最后一集 你猜一下 在监狱里的就是你了 是 这一事 仗着你未卜先知的手法 几乎这么久 开心吗 我也要谢谢你们 不然 我也不会苏醒 对 苏醒 苏燕 苏燕 你永远都是我的 你去哪儿 当然是想逃出去 这里所有的门窗都上了搜 我小哥呢 当然是被我藏起来了 藏在哪里 只要你乖乖听话 鱼白衣自然会好好的 那你教教我 怎么听话 秋车 李老板 你行不行啊 那 你到底有病怀过吗 我一直很爱你 现在也是 很爱很爱 但是你把我卖到暗黄 我没有办法原谅你 李青春 这辈子所有的恨 都是你应得的 是你欠我的 这辈子 我会好好恢复你 我对你的 交给我吧 好不好 酒吧的监控查不到吗 被提前删了 但是酒吧附近的监控 又看到李青川在附近出现 不过李青川的IP 现在也查不到了 好 去查李青川的房产 越偏远越好 好 这是哪里啊 李青川 你给老子滚出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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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休想掏出我的手掌心 你怎么醒这么早 你睡得这么笑 就不怕我掐死你吗 你舍不得 刀子嘴都不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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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 董事长照您 我的生日是二月十九 我打开了 怎么打不通 整个别墅都没有网络 任何通信设备都无法实力 楠楠 别挣扎了 楠楠 楠楠 那我 这一刻我无比的绝望 我身边的这个恶魔 他太狡猾了 雷青川真的太聪明了 我该怎么跑出去呢 妹妹 你多大了 吃饭了吗 啊 你不会说话 我被困在别墅里 没什么钱 你把这个手链 拿去卖点钱 女孩子的声音 是天底下最好听的声音 你不要放弃 你有见过一个白镜的小哥哥吗 嗯 乱乱 乱乱 你给我滚 怎么还生气了 你还好意思问 你找个哑巴过来照顾我 什么意思啊 监视我呗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跟你说 我不喜欢他 好 那我换着他 怎么还害羞了呢 我看你不像坏人 你看你成天在这个小破别墅里 白白浪费了青春年华 要不你跟我走 嗯 别碰我 还生气呢 还生气呢 我已经叫他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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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嗯 这个手链 我很喜欢 嗯 嗯 嗯 你骗我我很伤心 我要惩罚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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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我 你是李青春的人 嗯 你背叛了我妹妹 亏我还觉得你喜欢我 没想到 也是李青春那条狗而已 嗯 居然连你也骗我 亏我还想着等我出去以后 我带你去最好的医院 治好你的喉咙 全心全意地爱你 再也不会让别人欺负你 被别人笑话 为什么 为什么你骗我 为什么 嗯 有时候我就在想 这到底哪些话是真的 哪些话是假的 还是说 你根本就没跟我说过实话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我相信你 你最好有事 终于跑出来了 去哪啊 什么意思啊 你跟我家小爷私奔 你是什么意思 我和乔楠楠 是被你绑架到这里的 你这是非法屈禁 是为法的 知不知道 绑架 犯法 你是被我绑架过来的吗 我是自愿跟着来的 李靖川 我警告你 我大哥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觉得我会怕他 你简直无法无天 靖川 我累了 我们回房间吧 乔楠楠 你这个叛徒 我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你 你在胡闹什么 你真喜欢上他了 他是我男朋友 我跟你鬼扯了 睡觉 乔楠楠 你这个没骨气的东西 我才会看错你了 你别跟我小哥一般见识 他一根精 乔楠 乔楠 我们放下以前的过节 就这样过一辈子好不好 好 我想喝水 马上回来 小哥 你还好吗 我没事 你呢 没事 大哥 大哥有信号了 快 尝尘在哪 李青川没想到的是 这样的狩猎 我们乔家的孩子每个人都有一个 而郁白衣的出逃 只是为了把手链扔到有信号的地方 没想到李青川这小子 跑得真快 哥哥 我们回家吧 这个地方很阴森 我总感觉 有一条毒蛇在盯着我看 走吧 李青川那小子 没对你怎么样吧 没有 真的 真的 你别看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和他分开关的 我只知道晚上 他和李青川住在同一个房间 暖暖 明天跟我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我什么事也没有 你们也太紧张了 大哥 我最近一直在查李家的财务报表 最近真的没有什么异常交易 也没有偷税漏税 这么干净吗 不像这小子的风格呀 继续查 肯定有漏洞的 李青川感动暖暖 我定要你付出代价 当初我设计这款手链的时候 用了全球最尖端的技术 能保证在海底两万里的时候 都有充足的信号 释放定位功能 李青川这小子居然可以做到 完全将信号抹出 也是个人才 当初他攻击我们家的网站 也做得很彻底 李青川不出 我们一定会有大麻烦 浪浪 你放心 只要有大哥在 我不会再让李青川伤害到你一分一好 除非我死 姨姨 哥哥祝你生日快乐 永远开心 哥哥 我最开心的就是 每天可以待在你身边 浪浪 你放心 只要有大哥在 我不会再让李青川伤害到你一分一好 除非我死 小暖暖 这一切都怪你 喂 哥 我愿意帮你 这次 对手练程序的加固 想必再没有什么可以屏蔽信号了 现在 就等二哥带着超能电子回来了 那真厉害 对 二哥还有多久的 快了吧 他已经可从来不迟到 现在都快十点了 我还在吐血呢 喂哥 顾可风再去公司的路上 二哥 二弟 二弟 你撑住我二爹 你撑住 肯定是李青川 他 绝对是他 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越不能松心 李青川就是想看我们手忙脚乱 我们不能让他如愿 顾可风被送进急诊室了 是你在通风报信 是我 我真是看错你了 李青川说 约你今晚在夜市见面 如果我不去呢 那你的哥哥们 就会一个一个的离开你 你连大哥都算计吗 走 嗨 嗨 realidade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 我一直很爱你 现在也是 很爱很爱你 李青川 你我兄弟一场 你为什么要疯狂针对乔家 为什么 好一个为什么 江白川 你不会就是乔家的一个养子 孤高峰 于白衣 都能轻易得到暖暖的爱 那我呢 李青川 你这个疯子 你好好对暖暖的时候 我们说过什么 来不及了 江白川 怎么都来不及了 暖暖爱我吗 他根本就不爱我 上一时 我让你们死 我早晨之地 真是 你终究淘宠的手掌心 暖暖 暖暖暖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大哥呢 大哥出差了 小哥 你在撒谎 大哥 大哥他昨晚代替你 去见了李青川 他们怎么了 我 近日 乔氏集团总裁江白晨 与李氏集团创始人李青川 双双坠崖 神王 尸体不详 希望附近居民提供信息 哥哥 哥哥就是在这里和李青川同归于尽的吗 大哥 暖暖暖暖来看你了 我 哥 尸体还没有找到吗 打劳都一直在打劳 水域面积太大了 很难 乔依依呢 她还敢回来 振作起来 哥哥 我会趁其乔使的 大哥 我会替你守护好暖暖的 暖暖 小哥陪你 暖暖呢 人死不能复生 我隐居在这里 不是想看到你们兄妹几个 一个个分崩离戏 这接下来 乔氏需要你来支撑 你和你妈妈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长大了 咱先抛开别的不说 就单说说这个李青川 他身上 有很多你值得学习的地方 比如说 心狠手辣 这是一个作为商人 最应该学习的东西 接下来呢 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乃乃 我老了 外公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小妖妖 胡总 李青川已经不在了 这股份 您留着也没什么用 倒不如把它卖给我 这一个月以来 我收购了李青川所有的生命 小哥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和家经营公司 二哥的身体也在好转 日子会越来越好了 二哥 有人在外散布谣言 说乔氏集团北交的地 在施工过程中 被管理层贪污压榨 使用的 都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建材 在开盘前夕发生这种事 房价大范围跳水 股票下跌 现在工人正在闹停工 有人在整我们 你的意思是 李青川还活着 不可能 按照他的性格 如果他还活着 他一定会来找我的 娜娜 你看 财务 快把这个月工资给我们 我们立马就走 还没到发工资的日期 你们不要欺人太深 公司都快倒闭了 真的到那天 说不定早发不起了 我可没时间陪着乔总号 现在这是公司的关键时候 大家真的有必要 仗私破脸吗 如果姜白晨在 我们愿意的 瞧娜娜这个千金大小姐 她能管理好公司吗 理财务 我劝你 也早做打算 公司账上到底还有多少钱 能不能发得起工资 你可比我们更清楚了 就是 干嘛呢 都记在这干嘛呢 这是这个月的工资 想走的 拿着这些钱 现在就走 想留下的 想跟公司共进退的 发现日的时候 都是双心 大家自己抉择吧 走吧 还剩多少人 大部分都走了 剩下的不到一半 你呢 你走吗 当初我妹妹交不起学费 是乔总帮我渡过难关 现在正是我投诚的时候 我要和乔氏集团 共进退 很好 下个月 你就是新的财务总监 走的这批人 都是这些年来 苏彦和李勤川栽培的眼线 大哥之人善用 借助他们 给李勤川传递了不少信息 余总的意思是 我没有大哥这些年的筹谋 不知底细 这样审时审力 还出异己 剩下的 都是可以用的人 原来是这样一盘棋 乔氏集团大义灭清 前经理苏彦 因汉污醉 已经入狱 将接受法律的制裁 消息出 乔氏集团股票上升 持续走高 房价飞涨 乔氏集团将在新开发的楼盘里 免费创办学校 乔氏集团将投资老年人活动中心 致力于每一个孤寡老人 安详晚年 项目将于下月启动 宝女们开工了 你还有脸回家 我知道你一直喜欢大哥 你为什么没有动我 大哥给我发的最后一个消息 他告诉我 让我不要为难你 但是我无法原谅你 乔家已经容不下你了 走 乔暖暖 你在自以为是什么样 就因为你是江小雅的女儿 乔家的大小姐 你处处比我高贵 这些年 你明正言顺地抢走我的一切 你是李青川同父异母的妹妹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的 娜娜 我刚刚查到 李青川 是苏彦的孩子 你走吧 别逼我 看在大哥的面子上 我放你一次 但不原谅 难道你就不想要知道 这幕后的推手是谁吗 乔暖暖 这个世界 比你想象中复杂多了 上一世的现在 我已经死了 难道李青川的背后 还有更大的幕后推手 乔暖暖 他发现了我的身份 把我扫地出门了 我想回新加坡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你不想报仇吗 谈何容易 靠我一个人的力量 去对付乔氏 这不是一碗几石吗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李氏集团的千金 是我李峰的女儿 你来公司帮我 我需要你 可是 我不会管理公司 爸爸教你 爸爸老了 需要有人来继承 这么大的家业 这些年 我亏欠了你母亲很多 他的女儿 也是我的女儿 你总不能 永远做一个失败者吧 怎么还空这么多位置 人事部没招人吗 没人愿意来 为什么 新书西郊有一家公司 也和我们一样 做房地产 给的待遇比我们好 项目也比我们多 现金流这么充足 反而是谁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李氏集团 新上任的总裁 乔依依 大家好 我是乔依依 欢迎 欢迎 小总 我们不是不相信你 可是现在的情况 真的是太难了 当初江白晨在的时候 咱们公司 什么时候这么惨苦 我要涉资 乔依依上任以后 收购了李家大部分的股份 现在 是除了李峰之外 最大的股东 乔家以前有三家 跟着苏彦的子公司 也被乔依依并购了 股票暴跌 李家的股票持续上涨 咱们乔氏集团的资产 所属于百分之二十 暖暖 想个办法呀 这可怎么办 难道乔氏真的要完了吗 咱们没有那么庞大的现金流 暖暖 下个月的工资 咱们肯定又发不起了 这个乔依依 我真是小乔塔了 乔总 你们有什么事一口气说完吧 我们还有什么事承受不住的 董事长来找您 我怕是姜老爷子 暖暖 御事要从容不破 御事要从容不破 姜爷 您在的话我就有了底气 怎么呢 不打算撤资了 不撤了 不撤了 您需要多少钱 尽管讲 您刚才不是说自己没钱了吗 如果是姜爷的话 外公当年这么牛 何止是牛啊 简直就是传奇 就没有姜爷压不住的股票 自从有了你母亲以后 我就金盆洗手了 您这次出山 是为了我吗 我是放心不下你啊 我的糟老头子 还能再陪你几言呢 爸 只要您愿意救桥家 您让我做什么都行 做什么都行 做什么都行 爸爸 不见了 阿姨说 爸爸上个星期出门以后 再也没回来 什么 爸爸 将所有的股份 都赠送给你了 现在的股市呢 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我们那个时候 是去证券交易所交易 那个时候的信息啊 也非常闭塞 大部分核心信息啊 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您的意思是 只要掌握了核心的资源和信息 在股票里就能赢吗 也可以这样说吧 不过那都是过去了 外公当初不继续做股票 是因为消息不再成为秘密了 太多人通过各样的渠道 掌握了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所以您决定不再做了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输过 更不想再拥有孩子以后会输 所以说 这个赌我担不起呀 乔总 这里是李氏集团 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辛苦了 你最近在帮爸爸 盯紧乔氏吗 是的 乔娜娜最近在学习炒股 他们早就请来了金盆洗手的江白鹤 应该想是在股票上搬回一马 以卵几时 继续盯紧他们 有什么动向 第一时间跟我汇报 嗯 好戏要开始的 师姐 最近在忙什么呢 你猜 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你该怎么感谢我 爸爸 这是乔氏集团内应传来的消息 这只股票是姜老爷子要赌的 消息可靠吗 非常可靠 财务部给的消息 外公决定出山 肯定是有了十足的把握 您打算买哪只股 信中可及 一个亿 才一个亿 我们两个亿 这是股神出山买的第一只股票 绝对错不了 举办 是 当年你抛弃了我妈 害死了我大哥 还想让我为你卖命 李峰 我送给你的礼物喜欢吗 李峰两亿买下信中科技的一亿两千万之股 刚才信中科技爆雷 李峰资产 缩水一亿八千万 而外公购买的新帮电子 持续暴涨 一个小时之前 全部抛掉了 我们乔氏集团 目前增值两个亿 大哥走之前给我发的最后一条信息 他告诉我 让我不要为难你 他这么拼了命也要保护你 我当然是和他同意阵线 脱身了吗 没落把柄在他身上吧 我留了心眼 是以他私人的名义购买股票的 干得漂亮 你就留在乔氏集团 李峰就像个恶犬 我怕他报复你 放心吧 我还留了一手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不是老子的种 就是养不收 白眼狼 乔总组的时候 把并购的几家公司 一起带走了 这是乔总给您留下的文件 感危险我 哇 好多漂亮的衣服 这些都是小哥做的 小哥你好厉害 还行吧 现在这里 是你的了 小七 来了来了 老板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妹妹乔一 是我们公司的新任老板 以后这里交给你了 哥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不能收啊 这里是小哥的心血 也是小哥的梦想 小哥为了乔氏集团 放弃了他的梦想 但店不能关 你就先帮小哥看店 经营一下 等小哥哪天回过神来 想继续设计了 你再还给他 姐姐 谢谢你啊 以前啊 是哥哥姐姐 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你能原谅我们 我已经很知足了 索性不晚 还可以补救 是阿姨 您去放心大胆去做 有哥哥在 好 我会努力的 既然你接受了 我们的礼物 那就 要为我们卖命了 来吧 姨姨 去吧 董事长 乔依依接受了 于白衣的工作室 吃里扒外的东西 就从乔依依下手 好 董事长 真是好大的手柄 这么大的厂子 说买就买 我要你垄断 整个棉花产业链 不准给乔氏一点棉花 放心 来 干杯 合作一块 你们在干嘛呢 姐姐在帮我画设计图呢 刘成他爸 最近往海门跑得很轻啊 刘大海 是因为棉花吗 棉花是个大问题 刘大海的棉花 已经被李峰垄断 北较周博士的新型棉花 也因为它跟李峰 是远防表情 更不可能 姐姐 这件衣服的销量特别好 但是没有库存了 咱们要不要预售呢 乔总你去买棉花了 相信三天就能做出来 先挂预售三天的牌子 三天能行吗 会不会有点着急了 咱们现在已经有 十五万件的欠货没有发了 三天不发货 十倍赔偿 你说这乔伊也真是有种啊 他连棉花都没有买到 就挂了一个三天不发货 十倍赔偿的链接 他们 是不打算做这一行了吧 乔伊这个没用的剑骨头 我就是给他烧了一把火吧 区区在一百一的工作室 很辛苦吧 只要你帮我做成这件事 李氏集团设计部总监的位置 就是你的了 谢谢李董事长 还得是董事长你啊 手段高明 我去挥挥这个乔暖暖 李董事长 不是不登三宝殿 说吧什么事 暖暖 自从知道你的存在 我就把你当做我的儿媳妇来偷 青川不在了 可是咱们的亲情还在呢 李董真会设想 之前的事不提 这次棉花的事情我可以帮你 你能帮我渡过南关 刘大海的棉花 现在都在我的仓库 够你用的了 北娇州不是的 你就别想了 我需要付出什么 和聪明人讲话就是痛快 我要的不多 于白一旗下所有服装品牌的销售权 李总啊 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薇薇现在在公司等着我回去签合同呢 乔总您觉得 我应该给你多少时间考虑呢 李总 海西不信李 嗯 李董事长 我送你一份大礼 这个小齐不是好歹的东西 背着我做这种事情 这不是你的错 那天一共卖了三十万单 每单五千块 如果三天之内发不了货 我们就要十倍赔偿了 今晚接着卖 可是已经供不应求了 到时候光赔偿金就得几千万 相信我 今晚接着卖 啊 好的 姐姐你疯了 相信我 老板 昨天晚上白衣服装像疯了一样 新增了一百万单 他们这是想捞一笔钱 那我们就祝他们一臂之力 拒下单 倒是有传他们费了什么车 挑胜 男男 有个陌生的IP 买了十万单 都是同一个收获地址吗 不是 但是我查过 都是李氏集团的仓库 收网 老板 乔端端已经把所有的钱货都发完了 怎么可能 他根本就没有棉花 怎么能把钱货都发完 周博士那边反水了 一直要偷偷给乔师提供棉花 损失了多少 一个亿 有点意思 这都是小钱 一堆数字而已 怪不得星串当初屡刺三番 在乔男的身上碰壁 这小丫头 有点手段 你先出去 好 周博士怎么还不出来呀 周博士 您行行方便 先卖给我们一些棉花 让我们姐姐燃眉吃鸡吧 小姑娘 你和李峰抢生意 李峰 他是我的表哥 你觉得我会为了你 和我的表哥反目 走吧 再不走 就别怪我不客气 小周 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不客气的 江老师 又是这个老头子 每次都是他 真是小瞧了他 江爷有几十年的经验 自然是比年轻人有魄力 咱们不妨先从小背入手 那乔乱乱 可是江白河一手调教出来的 能叫他犯错 怎么可能 人嘛 总是会有弱点的 我刚刚试了你新开发的软件 真的很不错 你把我APP改了 改成售后服务了 还能看收支情况 货物存储 怎么这么多退货的 姐姐不好了 市面上出现 很多山寨的衣服 只有我们的三折 现在很多客户都退货 货物羁押很多 这不是山寨的 这就是镇版的 有人买了我们家 镇版的衣服 当做山寨来卖 这不就是傻吗 这才不是傻 这是聪明 李峰上次为了 要我们的赔偿金 镇价买了一批衣服 反正放在仓库里 也卖不出去 倒不如这样打折 还能重创我们 发挥货物最大的价值 那我们怎么办 外公 多大点事啊 这么猫躁 外公都知道了 记住 做生意一定要稳 要缠住气 能做得住的 那才是最终的赢家 你说的对 是我不稳重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李峰是卖三折对吧 对 那我们就卖两折 这也太低了 外公 这款服装的毛利率 在15% 就算是我们卖两折 抛出去成本 也还是稳专不赔的 而李峰那批货 每卖一件 都是在赔钱 可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名声就不好了 之前买过我们 镇价衣服的客户 会抗议的 不在我们自己的渠道里 让薇薇去操作一下 接受我们的货 不就得了吗 放好了 薇姐 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批货了 订货单上面没有这么多 老板临时加的 还没有下单 先签收吧 好的 宝贝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图纸吧 画的很好 这个是我哥的图 我们设计是落得跟筛子似的 这就放你那儿保管吧 我只相信你 好的 我有十万件衣服 怎么卖出了十五万单 多出的五万件衣服 是怎么出来的 是 是 没用的东西 连这点事都办不好 我要你有什么用 老板对不起 是我的疏忽 这五万单 一定是我们团队里面混进了乔暖暖的人 我还听说 他们昨晚又上了五个新品 哼 他上新品 我们也上 我们的设计 怎么能和于八一的比啊 那就用他的设计 刚好贵其投资会来海西 他们带了两个亿 想投资一个新的服装品牌 一举两得 好 咱们两家是对家 你请我喝咖啡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和你谈比交易了 李董事长想挖我 这么跟你说吧 李董事长拿五千万 注册了一个服装品牌公司 专门给娱乐圈的艺人和演员 做高级定职 你说说你啊 你也跟了于八一这么多年了 又来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主子 混到现在 还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设计师助理 怎么样 要不要跟我来干 董事长 这就是过两天要官宣的新款设计 就这几张 于总最近都忙着处理公司的事情 根本没时间管 以前的图都在我这 好样的 你明天就来设计部上班 外公 李锋把小哥设计师的设计稿都偷走了 你还怕没有设计稿吗 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法言 明天贵妻投资 会来海喜 他们可是带了两个亿 想投资一个新的服装品牌 暖暖 你去准备准备 明白 陈总 乔氏集团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来 咱们还等他吗 怕是不敢来了吧 谁不知道乔氏集团所有的服装设计师 都跳草到了我们李氏 是不是家里没人了 所以不敢来了 谁说我们不敢来了 江爷 您怎么亲自来了 带几个孩子过来长长见识 这种事情你俩去招呼就好 应该我们代表您才是 是吧 公平见证 我不参与 你们随意就好 啊 啊 人闹齐了 咱们开始 请各位公司的负责人拿出自己的设计稿 优胜者 可以获得贵旗投资的两个亿资金 我们李氏集团早就将设计稿准备好了 拿给陈总看看 这是 小陈 绝连你也被判了 好 这真是我想找的衣服啊 这不是鱼白衣的设计稿吗 是啊 这风格一看就是鱼白衣画的 这不是我小哥的设计稿吗 什么 这是我小哥上大学的时候随手画的设计稿 怎么跑到李氏集团去了 你有证据吗 你呀 乔暖暖 如果你拿不出更好的设计 这投资就是我们的了 我当然可以拿出来 娜娜 你没告诉我要准备设计稿 我没准备要 我知道 感情是还没话 陈总 这乔氏集团不尊敬你呢 乔氏集团是疯了吧 这么大的投资 他们居然没准备设计稿 我现场换 余总 你等得及 我可等不及 你 谁说我们要现场换 明明已经换好了 什么时候换好的 就在刚刚你们说话的时候 娜娜 现在可不是胡闹的时候 放心 你找了外缘 这 这是你画的 对 这笔记 这色调 明明是沐宇的作品 怎么 你就是沐宇 刚才娜娜一笔笔画的 绝对错不了 天呐 乔娜娜居然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设计师 沐宇 沐宇 看来这次投资肯定是乔市集团的了 沐宇 你是沐宇 那上次的设计团也是你画的 陈总胡总 这货啊 可以吗 他人 有结果 贵习资金投资的两个页项目 全部投入 乔市集团 太好了 李董事长 您输了 算你走运 我们走着瞧 等一下 您总该给我们集团一个交代吧 什么交代 你剽窃我小哥的作品 难道连个道歉都没有吗 你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话是一白一化的 我可以证明 是李董事长盗窃了于白一的作品 喂喂 你竟敢背叛我 道歉吧 李叔叔 最近怎么样 有没有谈恋爱 我单身这么久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们早就认识了 对啊 我是他师姐 我们在训练营认识的 真的假的 我还记得在训练营的时候 有三个哥哥来接你 哇 太帅了 谢谢你啊 不过 我觉得你要出国闭一下 因为李锋在海西市 一手遮天 我怕他对付你 李锋走了 照顾好自己 帅哥 你有女朋友吗 我 没有 单身狗 那我可以加你个微信吗 可以 我扫你 拿出来 嗯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小心了 拜拜 小心 李锦川 李锦川 我 乃乃 我是大哥 不可能 你要最后走 这样才见到 我会脱 大哥 外公 你快看 这是谁 外公 暖暖 外公 他是大哥 小白 外公 我被淤泥所救 醒来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变成了李锦川 至于李锦川 救我的人说 没有发现的 我问你 你第一次见我是在哪里 西渊 妈妈带我去看病 外公给我买了第一套衣服 那我们第一次钓鱼 又是在哪里 西湖公园 外公 那我偷偷溜进去的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拿着 外公 这是李锦川 所有的犯罪证券 光是法律的制裁 太仁慈了 我们要把他拥有的一切 一点一点 全部剥夺 商战的最终走向 就是股市 他吃了这么多亏 如果想找个地方 报复的话 那一定就是股票 小白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李锦川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秦川 别再让我失望 拿下乔家 一百个乔团团在等你 放心吧 接下来 我定不需要心思手软 听说乔家老二 是个很有名的黑客 国内派的第一 那 全球第一呢 江南 17次出道 比雷霆手段 给两K过 目前 无以百计 联系他 李氏集团 因为微微那个贱人 舆论很大 股票持续下跌 乔氏集团 只有顾可风 是懂网络的 如果能和江南 签上线 我们才有把握 遍水一战 果真和外公才想的一致 李锋 再见难逃 这个李锋 居然让大哥联系到我 帮他篡改股票信息 二哥 他这是瞧不上名 谁叫我没有江南的名头大呢 那你说 我是帮还是不帮 他这是在玩火呀 那我们就帮他 把这把火烧得再大一点 先给他点颜色看看 让你大哥 按原计划行事 江南说 他不掺和故事 风险太大 我给他一个亿 他都不来 他说 他不差这笔钱 在家 我倒是要先去 会会这个江白鹤 是 外公 大哥传来消息 说李锋要加价 另外 他们已经在来老宅的路上了 收手 那我们就帮他一把 江爷 认识一下 晚辈李锋 久仰大名 坐吧 求暖暖 这里是大人谈话的地方 你这个如秋未干的黄毛丫头 还是出去等等吧 我公司的法人 最大股东是暖暖 我这糟老头子 也只不过是 他手底下一个员工 你让他出去 那我们也没必要再聊了 江爷 多年不出山 这一出山 就种出这么大的动静 完备眼镯 买脱了股票 也算是 花钱买个教训 赛翁是马 胭脂非福啊 谁知不是 府邸抽薪 人到绝处才能逢生 李锋好大的魄力啊 我老了 玩不动了 现在 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我这次来 是邀请您 下周去我公司做做 我买了一只股票 想请业界神话 请您去见证一下 是哪一只股票 信中科技 这一只股 可不兴买 江老爷子 见走偏锋 才能成为新的夜界神话 到时候 您交接一下 诚然如您所说 您老了 也该休息休息了 好啊 那就下周见 爸 我又追加了五个亿 江南那边谈得怎么样了 一切安排妥当 今天无论如何 巧事都要归入李时 账户上还有二十个亿 等下要不要一次性抛弱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一举拿下桥下 哼 我太心情了 不愧是我李峰的儿子 账 你小子 大难不死 你开窍了 赌 人生就是在赌 小小的乔家 终究是我们李氏的垫脚石 哼 枪爷来了 你都亲自去请我了 那我怎么着 也该给你个面子 是不是 听说贵公司 把所有的身家 都压在了星帮电子上了 既然你都不忘初心 买了信中科技 那我也该不忘初心 是吧 江也恐怕这次要失手了 哈哈 那就拭目以待吧 外公 大哥传了消息 李峰同意股份全部跑入 你大哥是我们的杀手机 南南 一切按计划进行 都安排好了 外公 江老 咱们的星帮电子又跌了 别急 我已经知道了 已经跌了两天了 江爷 趁着现在还没到最底下 赶紧抛出去 跟着我买信中科技 说不定还能回本 等一下 股市不能交易了 可就没法操作了 可风啊 再追投十个亿星帮电子 好 江爷 您糊涂了 追信中科技 新帮电子已经跌了好几天了 咱们买信中科技吧 江爷 现在都是年轻人的天下 您啊 快回家养老吧 那就拭目以待吧 江爷 这个素孝旧心丸 一会儿你用得着 爸 二十亿全额抛入 股票已经停止交易 哈哈哈哈 你们乔氏集团 当着破产吧 这一局 不成功 变成人 乔暖暖 你们乔家 欠我的太多了 天道 马上要惩罚你们了 拭目以待 江老 果然是老了 现在都是年轻人的天下 要不江老 趁着今天这个机会 当着诸位的面 做一个交接仪式 我李峰 就是新一代的股神 股市动荡 人得稳 李总 单看这几分钟 是看不出结果的 现在 我不怕告诉你们啊 我可是请了 全球第一的黑客江南 帮我篡改股市系统 这一局 我必胜 谁 世界排名第一的黑客 江南 你的意思是 为了对付我们乔氏 找到了江南 对 天哪 那可是江南 全球排行第一的黑客江南 完了 这次真的完了 有江南坐着 这次李氏集团肯定翻身 郭克风 快想想办法 老爷子 哈了吗 你能请来我的偶像帮你 算你厉害 可是我听说江南 没有接你这一代 这世界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 你花了多少 五亿 江南那边十字打开口 说要五亿 跟他说 可以 会不会有点太贵了 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 他江白鹤不就是用假的股票信息骗我 我就用这只股票逆风翻盘 这么多 这种人才值这个价 你赚的可真多呀 乔暖暖 你们准备好了吗 乔暖暖 你们准备好了吗 篡改股市信息 这可是犯法的 法 什么是法 你这是在质疑法律吗 乔暖暖 过了今天 你们乔家 就要从海西消失了 黄狗小儿 就想撼动我乔家的地位 江老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无愧是江爷 江爷好手段 我今天跟着李董事长买的全亏了 股神果然宝刀不老 李星川 快给江南打电话 江南怎么不接电话 江南 江南 喂 天哪 乔暖暖就是天下第一黑客江南 夜界神话江南 竟然清零现场 乔暖暖 你 你这个欠人 你就是江南 从始至终 都是你在骗我 爸 快看他比我 李世锦不复现在 我 李世锦不复现在 你这个吃力爬外的东西 我 爸 有没有一道客户 我这个蛮水的 乔暖暖 你这个欠人 都是你在蛊惑我的儿子 我要杀了你 坐 坐下吧你 李总 从地平线上 爬到灯塔的最顶端 只需要两个小时 那摔下来 只需要几秒钟 李峰啊 现在可都是年轻人的天下 你呀 退了吧 你 这些年来 你强买强卖 涉黑贩毒 买卖人口与暗网勾结 李总 你的报应来了 你 你就高尚吗 拿着骗我的钱去炒股 这才赢了万贯家财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我今天盈利的所有的钱 都会无偿捐献给海西市 李青春 你就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你被他们蛊惑了 快给我联系江南 拿下乔家 李董事长 拿下乔家这个梦 您就到监义里去做吧 您的儿子已经死了 我是江白臣 让我们走一趟吧 走 放开我 我是古神 放开我 我是古神 最不应得爱的 一代古神落幕 一样忙不忙 怎么了 小哥我新设计的衣服 帮我试一下呗 还是不了吧 找姐姐 木语比我专业 不是我跟你说 我这衣服啊 大学时候才设计的 里面有我的新衣料下 我觉得你特别合适 来帮我试一下快点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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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弄弄啊 帮我打个鼓励一杯 好啊 什么味道 好香啊 哥哥我的西红柿鸡蛋面 做好了快吃吧 谢谢哥哥 原来故事的结局 可以这样美满 喂 难道 难道 谁的电话 大哥 怎么了 我 是的 你们 你们 这 我 位 我的 我们